哈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呀,欢迎收看第137期的果摸资讯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12月上旬又会有哪些厂家公布了新品呢 制作视频不易,还望能得到你的三连助力 答应我要做一个爱三连的goodboy 那么赶紧开始本期资讯吧 超魔力在这一周呢,带来了月年回响系列第一弹 永恒之星光辉的实物图 并且还放出了组成灰药形态的特效件以及特点内容 我们先来看一下机体方面 光辉的原型可以说就是观星者了 从现有的观图中能够发现 它在观星者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魔改的设计 让其的形象更适合当代玩家的审美 不过它机体的大体外观还是延续了观星者的大致样貌 并没有做冗杂的堆砌设计 我个人是觉得改的还算蛮不错的 那至于好不好看喜不喜欢冲不冲 还得是屏幕前的各位,你自己来说的算 接着登场的是特点特条金色电动板喷剑 以及彩蛋特点灰药星辰特效件 该零件表面经过七彩真空度处理 加上UV附魔工艺 使得零件表面拥有多彩酷炫的效果 简单来说就会有点幻彩的感觉 这种感觉就会有点像某些果冻包的表面 特别是在光照环境下会呈现出不同的色泽 看起来很酷炫 且同时具备着耐刮抗磨特性 由于说一样 当这些特效件组合在后方的光轮 以及主体身上之后 是有加分的 让我感觉眼前一亮 那超魔力也给它冠上了一个全新的名称 名叫光辉的辉药形态 相信以这个形态来展示的话 效果非常的拔群 也是很期待这款产品的尽快落地 目前这款光辉的预定价格 虽说只有198 但全网靠谱的店铺似乎都消失了 捅一下价 看样子是要来一波现货高价卖 那没预定上的朋友们也不用着急 等现货出来之后 该咋咋的 只是希望它的现货别涨太高 至于它的出货时间应该也快了吧 仓道模型这一回是公布了 超线列宾凯能中 红叶达萨可的实物官图 该款产品为 1比100比例的合金成品机甲 到头顶高度约23厘米 主体的外观样貌 对比起原设中的造型有做修改 现在的造型会更加的张扬 对于官图中所展示出来的质感表现 我觉得要比WF现场看到的 试作品强上很多 那本款产品的物质配件 也是提供的相当丰富 有主体一个 支架地台一套 支架连接件一个 盾牌连接件一个 折叠爪两个 振动短刀两把 破剑刀连接器两组 替换手型五对 破剑刀四把 光束浮游盾十个 光束拳刺两个 大型高屏振动刀一把 大型光束十字弩一把 从它如此多的武器配件来看 它的玩法应该会非常丰富 特别是十枚光束浮游盾 不仅可以搭载在主体上 也可以通过支架 来完成浮空模式 那目前这一款红叶达萨可的 预定售价为590元 预计出货时间不得而知 反正今年应该是无望了 我估计怎么的 也得24年的第一季度吧 无限星星这一回 是更新了 曙光的上色CG渲染图 可以看到 曙光以白色为主 藏青色和金色作为过渡点缀 给人的感觉呢 就是沉稳中啊 透露出一丝贵气 可能是这一身骨架 过于的亮眼吧 不知道屏幕前的各位 对于曙光的配色 还满不满意啊 欢迎在弹幕或评论区 留言讨论啊 CCS这回是更新了 飞越巅峰35周年 特别企划 Gunbuster的产品15兆 从图中能够看到 Gunbuster有着海量的特效件 这就多亏于 手脚能够放电的属性了 固定造型的披风 也是非常的帅气 之前在WF展上有见过了 那么此次还公开了 在肩部的内侧 有着更新和努力的灯牌 嗯 这么一来就很有基站位了 位于脚部的 Super Inazuma Kiku 也有还原出来 特效件是以磁吸的方式 固定在脚底 经典的暴凶姿势 以及Norikor最终的 暴衣名场景 也有呈现 可以组合拆分的巨斧 同样也有附属 甚至还有超级机身大战中的 技能 Buster本雷达 真是我没有想到的 真是看起来非常的炸裂 总的来说 这一款Gunbuster的表现 除了不能分体 真的是相当的哇塞 那目前这款Gunbuster的 预售价格为1680元 预计出货时间 24年的春季 感兴趣的小伙伴 可以行动起来了 上期大家还以为 第五工艳也是为PPT战士 谁知道这一回 直接把蓝灵王的灰膜 给吐出来了 并且从现有的官图中 能够看出 它的完成度 已经做得非常高 而且零件的锐度 也都在线 官方称 本款产品在身体各处 关节都设置了联动机构 同时还很有诚意的 放出了GIF图 给大家观赏 虽说这些联动 并没有做得非常的出彩 但是它有呢 总比没有的好 说明它也努力过了 对吧 除了这些可动的联动部分 蓝灵王还带有发光功能 现在所展示出来的发光点位 是在头部 还有胸部 以及巨手后方的推进器位置 还有后背的鬼面盾牌 它的亮灯机构 也是做得非常便捷 让把玩会变得更加轻松 那么以上 是它的一些细节玩法的展示 其次就是它的巨手了 让我很意外的是 两个巨手 居然还有两条长长的机械臂 所连接 同时飞出来的拳头 后面还会有一个特效件 算是给两条巨手提升了一些玩点 那目前关于这款蓝灵王的售价 和发售时间都不得而知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留意一下 魔动盒继续公布新品 这回带来的是钢铁契约片的白虎 那关于白虎 相信大家已经很熟悉了 此次重点则放在了它的机车上 它的机车叫做虎沙 之前有传 白虎的价格似乎在四张以内 那现在又多了辆摩托 不知道它的价格又会是多少 从目前的途中 我们能够看出它的大体配色 再结合CJ展上看到的灰魔 想必白虎的进度应该是快了 接着是钢铁契约的第二款 合金成品模型 螳螂柳叶 螳螂是为女性决策 从它的外甲表面的造型 就能够看出来了 在它的背后有两把大大的镰刀 就好像是螳螂的两把刀一样 尺寸很是夸张 再来看到它旁边的座架柳叶 似乎是辆倒三轮摩托 可惜目前都在画饼阶段 还不知道它的进度会是怎样 不过结合这两款产品来看 钢铁契约这个IP 是一个人穿着外甲 然后再配有自己的专属座架 关于故事会如何演绎 我们目前还不得而知 我感兴趣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白虎和虎杀 到底什么时候会落地呢 最后带来的是 MNQ XH09X 开阳宫 武曲新军 关羽和赤焰火龙鞠的官图 记得上一回放出关羽的消息 是22年的1月份 没想到到了23年的年底 才有望看到关羽的登场 不过有一说一 它的整体造型 与之前放出过的设计稿相比呢 还是有不少变化的 尤其是在赤焰火龙鞠上 类似毛发的位置 此次都更换成了像火焰状的零件 看起来的造型会更加的霸气些 到了关羽上呢 它的变化就不大了 仅仅是在配色方面有一些改变 而且官方称 目前这款产品还在设计中 图片呢不代表最终的品质 所以它到底会是怎么样 目前也是一个未知之数啊 倒是人马一体的价格出来了 2688元 比吕布还要贵一些 至于什么时候发货就不知道了 我只希望它能够尽快落地啊 因为这款产品我也期待了很久 除了刚刚看的像大人玩的东西 魔动盒还公布了一些 类似小朋友玩的 魔动盒大作战中的拼装模型 以及卡牌类产品 还有变身手环 我估计大家也就是对这个Q版的 拼装产品会看一看 卡牌和变身手环应该没啥兴趣吧 目前这些产品还都在概念的宣发期 什么时候落地也还是个未知之数啊 就让我们一起来瞧一瞧 这个魔动盒宇宙会把故事讲成什么样 系列四只回带来的是 1比12比例的正版可动成品模型 卡牌打 它的全高约15.5厘米 是一款不可变的铁甲小宝 主打的是还原度 从目前的贯图上来看 它的还原度已经是做得非常高了 同时它还具有一些特殊玩法 比如有多种可替换的表情脸 彩头可展示内部机械结构的外甲 还有不俗的可动性 都使得这款铁甲小宝看起来很是精致啊 目前这款铁甲小宝的预售价格为348元 预计出货时间24年的1月 闪点动漫的铁甲小宝 此次也是更新了进度 这是一款略带魔改气息的可变卡布达成品模型 通过现有的这些照片呢 我们能够看出它的各部分零件 似乎已经涂装到位 就等组装到一起了 那想必离它的落地应该也用不了多久了吧 关于它的价格是459元 全高约20厘米 可以完全变形 发售时间呢预计是月底 或者就是24年的1月了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留意一下啊 海亚这回带来的是拉顿 这个拉顿呢之前有出过 但这一次换了涂装 它的版本名叫烈焰降生 主体采用了多层次涂装 再现了身体表面铠甲细节 并且在翅膀等部位还使用了荧光涂料 在UV灯的照射下会散发出黄色的光芒 栩栩如生的勾勒出炙热岩浆的效果 这就很哇塞啊 再配合上包胶的软胶翅膀 可以在不影响外观的情况下 完成你想要的可动效果 总的来说呢就是对比起初版 它把涂装给换了一下 变得更加有诚意了 那目前这一款拉顿烈焰降生的版本 它的价格为229元 预计出货时间24年的第三季度 如果你又错过初版的拉顿 又不想高价入手的话 这一款可以值得等一等哦 GT的神圣契约 总算是来到了第五代 双子座 有很多朋友都以为 这个系列会不会烂尾啊 没想到它又来了 从图中能够看出双子的美型度有所提升 可这头盔看起来总觉得有点 余力余气的 和我印象中的双子头盔 有着很大差别 那关于这款产品的具体素质表现 我觉得应该会与前几款保持相同水平 那关于价格方面呢 这一款目前的售价为248元 可能下周就要出货了 同时呢 官方也有公布 后续还会有水瓶座和摩羯座的登场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留意一下 YOLOPARK这回带来的是AMK系列的天灾 天灾的全高于22厘米 此次标志性的面罩是可以穿脱的 既然能够脱下 我们就能够看到天灾的真实面目啊 原来是长这样 尽管是在一个比较低级别的产品线中 但它对于细节的呈现依旧没有落下 全身各处还有着预涂装的表现 相信只要自己加点做旧 应该会达到一个非常不错的展示效果 武器配件方面会有一把黑暗之刃 还有一枚离子手炮 目前各大网店的预定售价为140元上下 预计出货时间还不得而知啊 随后是带来了大黄蜂的武器配件包 这个配件包里面的配置就是一个战斗面罩 还有两把离子炮 它的获取条件可以大家去购买AMK系列的黄豹 里面会有附赠 同时还带了一下擎天柱的武器 擎天柱的武器将会于AMK系列的犀牛预组装模型中赠送 看来厂家还是有点心思的 把上两款产品的不足给圆了回来 大黎模型这回带来的是原创改件 诸生黄昏战机和剑炮装备改件 这两款都是适配于1比100比例的机体 同时还会有四种颜色可供玩家选择 在我看来这两款东西就是一个魔改的空霸 和一个魔改的剑炮装备 样子好不好看得是屏幕前的你来说的算 目前诸生黄昏战机的售价为86元 而剑炮装备改件的售价为68元 两者都会附赠MGMBHIRM5各款的连接件 以及支架还有荧光水贴一份 预计出货时间为12月的月底 想给自己的高达整点魔改样式的朋友 可以考虑一下 又冒出了个全新品牌 名叫桑德博比 联合了魔兽 共同推出了一款正儿八经的国风机甲 西门顿甲破军 也是很有诚意的直接把自己的设计思路给放了出来 在头部的设计中融入了琴匠军勇的头罐造型 设计团队融入了一些古典元素 而不是简单的堆砌尖锐外形或者机械细节 头罐前段融入了八卦中的正卦 同时也做了多版设计 最后选定了目前的款式 关于美丑千人千面 所以屏幕前的各位对于现在这副脸蛋的模样 还满意吗 欢迎大家在弹幕或评论区沟通交流 接着是躯干 躯干部分有别于传统机器人造型 在中式铠甲的基础上 大量融入了传统服饰的要素 英雄精 将军领 半甲韬等元素 并且位于胸部中央 更是采用了类似护心镜的设计概念 以镜为突破点的同时 融入了八卦要素 手臂部分也有别于传统的日式机甲 是在融入了传统山甲纹 以及部分青铜器的纹样的基础上 反复推敲后所呈现出来的造型 在肩甲上融入了环配和铺手的造型 所呈现出来的样子也是蛮另类的 到了腿部 腿部的整体设计与整体风格 相融合的基础上 增添了更多古典元素 纹饰在融合了小传书法和滔面纹饰的同时 也参考了古式衣着的造型 大腿部分的纹路则化用了传书中的气字 在古朴厚重之余 更添一份灵动 脚部的灵感则是来自于秦灵 贵舍用的骑驴 以上这些就是官方对于这一款 骑门盾甲破军的外观设计的介绍了 好不好看的是一回事 但对于这种用心做设计 又把思路介绍的有理有据的 我就很喜欢 那作为一款国风浓度非常醇厚的科幻机甲 不知道屏幕前的各位感觉它设计的如何 也是希望官方尽快公布 关于这款产品的其他详细信息 OK 那么以上就是这期国魔资讯的全部内容 想要了解更多新鲜好玩的国产模型 可以关注一下我的频道 你的长按点赞也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我是神天组长 我们很快再见 讲